好 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它做一個圓 與A軸相切 9K 什麼叫相切 標準做法 看到一個圓先把圓心半徑找到 圓心半徑找到之後 把圓心到這條直線 什麼叫A軸 A軸叫Y等於幾0 把圓心到這條直線 點線G等於幾半徑 把它算出來是答案就出來了 但是老師想請問一下這題 圓心好不好算 不好算 半徑好不好算 不好算 所以說這時候 我們直接用圓心到直線去等於半徑 對吧 去求出K好不好算 不好算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那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又換另外一種想法 怎麼說 什麼叫相切 相切叫焦一點 對吧 老師想請問一下 兩條直線的焦點怎麼算 把兩條直線抓起來起來 連立 對吧 所以說這裡也是一樣 我把圓和A軸 把這兩個抓起來連立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時候抓起來連立好不好 老師想請問一下這時候怎麼連立 你可能用加減消去法嗎 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用什麼方法 代入消去法行不行 把Y用幾代 0代代進去行不行 一代下去變成一個一元二次翻成4 對吧 所以一代下去變成一個一元二次翻成4 這樣可以 可以齁 但是題目說相切 什麼叫相切 代表怎樣 圖形會焦一點 什麼叫焦一點 可見對這翻成4而言 它只能解說幾個x 一個x 對吧 可以齁 所以說相切就要焦一點嘛 所以說這時候對這一元二次翻成4而言 它只能解說一個x 換句話說這明明是一個二次翻成4 只能有一個10根 換句話對這翻成4而言 它算出來一定會怎樣 有兩相等10根 對吧 可不可以 可以吧齁 所以說我再來一次好不好 因為這時候麻煩你見識 因為我這時候沒辦法用圓形到直線距離等於半徑 所以說老師換一個觀念去想 只要相切相切就要焦一點 所以說我把這兩個抓起來連力求焦點 可不可以 把它抓起來連力求焦點 直接把萬用幾代 零代用代入消去法 你代下去變成一個一元二次翻成4 但是問題來了 這時候只有相切 相切只有一個10根 可見這個一元二次翻成4 算出來一定有兩相等10根 對吧 所以兩相等10根可以說 所以說我知道對這翻成4而言 它判別是b平方-4ac一定會等於幾?0 所以說馬上b平方 k平方-4ac-36等於0 k平方-36等於0 算出來k就47 正負6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把這裡把講看一下好不好 ok? 讚 四回合 接著 九花